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我們有些什麼討論呢 本來應該說完善選舉制度出籠 但老實說你剛剛出籠的時候 你現在去估他做A做B做C其實沒什麼意思 不如等他出來才講 所以今天輕鬆些跟大家講一講 2022的特首選舉我們前瞻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選舉制度改革 是加了三百個選委出來 這一個就是全部翻盤 將整個選舉制度 誰有好處誰可以搞事 完全扭轉了 扭轉了形勢是什麼呢 基本上如果我們看回選舉的逆勢 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香港直到今天為止 23、23、24年 都沒有一個特首是做到兩屆 董建華做了一屆半 就腳痛了 曾蔭權又做了一屆半 即是接了董三美那一屆 然後跟著梁振英做了一屆就不選 林鄭選不選呢 這個值得大家去考慮的事情 大家這麼說 何柱國出來說 就說如果林鄭選呢 就她出來選跟她爭辯 那麼誇 林鄭會不會出來選呢 她直到今天就沒有話說過 但是林鄭的第一朋友陳智思 就出來說了一句就說 林鄭目前沒有時間和空間去考慮 選特首這個問題 那麼意思是什麼呢 她說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現在有些事情要改 那麼老實說 你問我 如果我是林鄭 做了過去那四年多 所經歷的問題 所出來的多 打傷都不是很行的 應該不是很差的 也都做到一劈 疫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香港控制疫情 是中國所有的地方 包括台灣在內是最差的那個 為什麼是這樣呢 又是有意思 有得說就是 林鄭堅決信她那些專家 那麼黑暴事件 你說她不幸運 又是野來一番風雨 你搞到這樣 就引致到國安法入來 就可以大改革選舉制度 那麼一次過搞定它 但是問題就是 你說這個是供還是過來呢 怎麼看都很難認識 說這個是你入了大公 搞到這樣 令到中央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沒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林鄭不選的機會 我想八成 如果跟大家去講 2022選舉 記住 還有一年時間就選的了 那麼最遲九月大家出來 但是現在大家醞釀都差不多 如果你給我猜 我就會覺得 即是這一屆 2022這一屆 可能是 有史以來競爭最平淡的一屆 這個是我講的 那麼理由為什麼呢 林鄭不選 那麼我們看回過往 最多人出來選的呢 應該就是 政務司司長 坐那個位的人 那麼我們數一數 譬如曾蔭權 也是CS出來選 唐英年也是 林鄭也是 那麼你數的時候 那麼多個了 那麼就剩下到今年 即今屆的CS是誰 張建宗 年紀比較大 也都是過往 那麼多屆 回歸之後 比較上 平淡一些的CS 老實說 強CE 當然是 平淡的CS 應該是這樣 那麼林鄭那麼強 那麼他找那個 亦都不會和他 大家爭得很緊要 很多事情他都是他自己出去做 那麼好了 那麼張建宗不選的 那麼你就說 那麼 維羅還有誰選呢 直到今天為止 是FS 財政司司長出去選 是只有曾俊華一個 但曾俊華選 就不是內部推他出來 而是外部 所謂商界 商界一男子 推他出來 那麼你說 今次還有沒有 商界一男子的力量 再推他出來 去對付 就是另外一個 可能出來選的人 那麼 大家都明白到 今次的選舉改革 除了加多300席之外 如無意外 選委中 也是沒有了區議會 外面的關鍵少數 還可不可以去操控 那個選情呢 問 那麼 講到這裡 大家都想 那你開名 說吧 老實說 大家都明白 我就覺得 今屆梁振英的優點 是可以盡量表現出來 為何我說他有優點 到今天為止 香港跟著內地走 是沒有衰過的 不跟內地走 是很多時候出獲的 那你問我 有哪個人 就是可能出來選的 是最會跟著內地的政策 配合內地政策去做特首呢 梁振英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如果我們說香港要扭轉 過往那二十多年 就是在那裡 就是他他條他他條 想做就做不到 就是慢了下來 我們是需要一個人 追上 跟內地追上 誰最好呢 梁振英 好了 你說 不是 有沒有跟他爭 我首先 剛才說了 梁家傑之流 沒有可能 現在的改革之下 反對派的力量 是刺消比獎之下 沒有什麼機會 再出一個好像梁家傑 那樣的人出來去選 不是他選到不選到 而是他沒有機會 如果你說 沒有 CS 那CS 張建宗 出的機會是 跟林鄭差不多 我相信是沒有的 那陳茂波會不會出 有梁振英 陳茂波應該歸位 是做回 這個財政司司長的機會 是大很多的 那你再看看 還有些什麼人出來呢 會不會曾俊華又再出多次 那我都說了 曾俊華的機會 也是等同商界一男子的機會 減低之下 他出的機會也沒有 還有 記得過去那四年 曾俊華都非常低調 陳智思 陳智思 陳智思說了不做 有沒有陳德林 那些 老實說我的理解就是 大家都是 找些人出來 反對梁振英的人 想些人出來 我又覺得陳德林 真是看不到他有任何興趣 其實老實說 一個人如果不是有很大的 權力欲 或者是很大的使命 去改變這個社會 基本上 是真的未必有興趣出來選特首 好了 如果說到這裡 我們看回政府內部 沒有什麼人出 你說再底下那些聶德權 那些可能是做CS有機會 但是都未到去選特首 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一個比較平淡的競選 我相信都有機會 那會不會沒有人去選 那這個又很難猜 有個人出來選 但是又是梁家決對 曾蔭權 那樣就明知輸了 出來玩一下 打兩個回合 那有沒有意思呢 那大家競選 那找個人出來 那這個都不出奇 不過平淡 就因為 我自己覺得 如果梁振英一出來 他的機會是應該或一的 這五年 梁振英如果出來的話 是應該香港無盡最快的五年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究竟是不是一定要做糧粉 又不是 但是你最緊要就是 你看一下所有可能的人 看來看去看不到有什麼對手的時候 那我覺得梁振英的優點在這裡 出不出 大家等久一點 風水佬 你十年八年 這個就很快 真正六個月 大家看到那個情況是怎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 大家看完片別走 記得按訂閱鍵 之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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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